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处公庙起火燃烧 由于现场没有水源 加上巷弄狭小 消防水车无法到达 火势浓烟不断串出 造成了一名邻居呛伤送医 屋主也因为抢救财物 手臂被烫伤 而在进攻火场时 一名消防队员全身瘫软被救出 现场是相当惊险 火势全面燃烧 浓烟不断的串出 一名邻居遭到呛伤送医急救 好不容易联系到屋主 屋主表示 现场是公庙当仓库使用 有堆放大量金子 为了抢救财物 他的左手臂遭到烫伤 由远景护送旧医 现场火势高温 消防队员在进攻时 一名消防队员被同事从火场救出 马上倒握在地上不断的干咳 同事参扶他没走几步 瞬间全身贪软 险些昏厥 我们从我们分队出发的时候 在成功路小校 从远远看过去 就知道南新街这边 已经有全面燃烧最快 然后我们开车 车主从南新街一路开上来 违规停车很多 所以我们现在只有小傍车先上来 然后再加上道路 狭窄水源不足 然后我们已经加强在布线中 然后刚刚有一个像是邻居 屋主的邻居 有稍微的烧烫伤 然后刚刚屋主有上来 在了解状况的时候 他手部也被那个温度高温 然后在手背上也有稍微的烫伤 然后现在目前在布线抢救中 今天你路角车位少 转弯处都是违规停车很严重 我有建议家里去来做红串杆 在转弯的地方来做红串杆 因为我规则大家都自己方便就好了 我现在我不停了 一般不怕走万一 真的发生事情了 所以这是长久以来的问题 火警发生在仁爱区的南新街 由于现场巷弄狭载 两旁又车辆停放 消防车根本无法通行 造成抢救困难 消防队员只能背着水袋 走上两公里布线 还有热心民众骑车相助 火势最后顺利扑灭 记者黄少民基隆报导 再带你来看 有基隆烂路往称号的壮观台北社区 连外道路迈进路三项 因为土地所有权属于私人 金融市政府无法铺设路面 长久以来坑洞连连影响人车安全 在立法委员蔡世英积极的协调下 地主终于同意在年底前重铺路面 改善道路品质 也完成了因为车祸刚过世的 当地壮观里里长生前的医院 坑坑巴巴的路面 让行驶的车辆上上下下 宛如越野般的惊险刺激 这里是有基隆烂路王称号的 迈进路三项 这条壮观台北社区 维俄连外道 因为土地产权属于私人 金融市政府始终无法进行重铺 为了解决这一项老问题 经过立法院蔡世英多次协调 土地所有权能 新石建设与代管的松府建设 终于出面同意 在年底前重铺路面 改善道路品质 这个并不是市政府 现阶段违管的道路 那当然对于私人的地主来讲 他也会觉得说 目前他在这边 要做这样的维护 退职对他也产生很大的一个困难 但是经过我们多方的沟通之下 我也非常感谢我们 凯玲议员还有勤政议员 我们大家在努力的沟通之下 事实上地主今天也愿意出来 跟我们一起来开这样的一个协调会 也表达出他愿意 来协助这个道路的一个铺设 那我觉得对于这条路的 这样的一个处理 是往前迈进了一大步 往前迈进了一大步 那当然这里面包括去公所 跟国产署 我也非常谢谢他们 能够来协助来配合 那我想我们会 接下来的下一个阶段 我们会尽力来跟他协调好 他们一居工程的一个时间 那我刚才提到说 希望最晚在年底前能够完成 我想就不要再拖下去了 那这样子的话 我觉得对于整体的 居民的用路品质来讲 我觉得这是比较好的一个帮助 长期争取重铺道路的金融市员 郑凯玲及秦珍 也非常感谢蔡世英的协助 让这条号称 基隆最烂的道路出现改善的契机 卖进入三项这条道路 号称我们基隆市最破烂的道路 当然了 蔡世英立委 在中央一直不断的努力在协调 现在我们现在地主新石运输 也愿意出钱 他们自己愿意出钱 来帮我们重铺 或者是局部的铺设 重新把这条路弄好 希望说我们这条道路 能够让我们壮观里的里民 能够回家有一条非常稳当的平坦的道路 我们很诚恳的告诉我们的里民 今天我们这个事情 由我们蔡立委来出面 做多方面的沟通协调 公司方面也愿意以公益形象的 一个回馈地方的心意 来把这个路面铺设 我希望我们 我在天之灵 我们杨立长 能得到一个非常安慰的一个心灵 这一切我希望说 在短情之内 大家赶快来把这个工作完成 日前因为车祸过世的当地壮观里里长 杨天发深浅 一直希望这条道路能获得解决 不再有人摔车受伤 宜双王夏兰表示 道路能顺利重铺 可堪告位里长在天之灵 想不到委员这一次 竟然能够这样这么快的时间召集 让地主 让我们的名义代表 我们的议员们 可以来协助这条路 他最大的心愿 就是只有一个安全回家的路 那我等一下到小林堂还会去跟他讲 就感谢曾经为这条路努力过的人 除了在年底前重复这条道路 蔡思寅表示 未来他会和市议员一起努力 希望能有彻底解决的方案 让壮观社区居民 拥有一条安全回家的路 记者张旗腾基隆报道 为了让七堂区的通勤民众 能够更方便往返台北 基隆市议会议长蔡旺联 不断协调基隆市政府 基隆客运和交通部 终于促使基隆客运南港线1032 缩短路线 并从原有的8个班次 增加到12个班次 议长也呼吁通勤的民众 多多搭乘 让客运公司看见使用的人数 争取这条路线更优化 为了让七堂区的通勤民众 能够更方便往返台北 基隆市议会议长蔡旺联 不断协调基隆市政府 基隆客运和交通部 终于促使基隆客运南港线1032 缩短路线 并且从8月22号开始 原有的8个班次 增加到12个班次 事半三个月 不断的在协调 希望能够调整1032的路线 以班次 让七堂区的通勤族 能够更便利地往返 细止南港台北 基隆客运1032的路线 确定将于8月22日开始 由每日的8班增加到12班 并施办三个月 蔡旺联也呼吁通勤民众多多搭乘 让客运公司看见使用的人数 争取这条路线更优化 希望大家能够帮忙宣传 并多多的利用 让客运公司看见使用的人数 看见需求才能继续运作这条路线的维持 我们未来也将进一步推动1032 部分的班次 经过高速公路直达南港站 希望尽量减少大家通勤的时间 蔡旺联强调七堵区 以及百福社区的通勤问题 一直是他最重视的议题之一 包括争取R82不停使 他一定会继续为民众争取 维护该有的行的权利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安热区城上城社区 在社区管委会吉宇洋文教基金会 董事长林沛祥等单位 共同合作推动下 特地在社区外的广场 举办了一场享乐园游会活动 邀请到许多著名的餐车美食 让社区居民可以在炎炎夏日的周末午后 全家大小一起享用美食 听音乐 同时捐发票做公益 香肠在铁锅上煎烤的滋滋作响 香味四溢 这是在安乐区城上城社区外面广场 由城上城社区管委会 城上城商场管委会 宇洋文教基金会 享乐友好会 以及英安理办公室共同推动下 在周末所举办的享乐园游会 邀请到包括右键进好香肠蛋饼车 七堵炭治郎炭烤三明治车 野老板窑烤餐车披萨 和偷尝禁锅果汁车 宾友甜品屋等许多著名的餐车美食和爱玩乐团 让社区居民们可以在炎炎夏日的周末午后 全家大小一起享用美食听音乐 同时捐出发票做公益 这次在城上城一楼的飞马广场前面 由我们城上城的管委会 还有城上城中的享乐友好会 加上宇洋文教基金会 三个单位一起合办 这次的夏日园游会 那主要是说趁这个炎炎夏日的时候 聚集了我们基隆很多在地 有名的小吃摊位 小吃商家 一起在我们城上城前面 然后来去推广美食 同时之间做一些公益 让我们所有的好朋友 在这个炎炎夏日里面 可以享受一下我们基隆 独到的一些特别美食 其中公益的部分是借由 每个人所捐出来的发票 获得折扣券 然后再进一步的 我们拿来捐给加福中心 跟其他有需要的单位 让他们在炎炎夏日 也可以获得一些公益的协助 会的用意是希望能够筹集一笔钱 拿大家一起来做公益 我们享乐友好会有一个饮料摊位 我们的银鱼会拿来捐给安老院 然后我们也希望所有的商家 一起跟我们做公益 社区居民们也闻香而来 福老西幼踊跃参加这次的园游会 全家大小一起享用餐车美食 开心地度过愉快的周末时光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我们准备拍到公益做摄影 我们准备照片 但是我会在这边 你们先回来 火力尝尝尝少 接着火力尝尝少 不断 我们来处理 欢迎回到中佳新闻现场 金融教育有多像全国第一 金融市政府这7年来 投入了41亿的经费 进行了软硬体的投资 包括了斑斑世卫化 社区共读站 及客后流源开办率等 甚至超越了双倍 为了市民了解金融市教育的亮点与成绩 金融市政府从8月27号起到9月4号 将在金融旧火车站举办金融教育成果展 欢迎国人一起来见证 金融教育的蜕变与要声 影片详细介绍这一次展览的内容 为了让家长了解7年多来 金融教育的成长与茁壮 延续2022城市博览会成功热潮 金融市政府8月27号起将在金融旧火车站举办金融教育成果展 很少家长会真的走到学校 或者是走到教室 走到学校的环境里面 那当然对现在我们金融市整个教育环境 长足的一个发展跟进步 家长不一定那么的了解 所以我们也希望透过这次的教育成果展 不仅希望能够呈现 我们教育处同仁还有我们所有最辛苦的 所有的校园长 还有在第一线 辛苦教育我们的孩子的所有的老师 他们在这么7年多的时间里面 他们做了哪些的一个努力 我们金融市的教育环境 在现在已经不逊于大家新线的这个双北 这项展览将分为三大展区 具体呈现金融教育在软硬体方面的创新发展 除了展示上百种教具 更将学校的创科教室直接搬到现场 让参观家长有如进入第一线教育现场 实际感受教学状况 整个学校的建筑 拿到国家卓越建设奖的部分就有三座 其中包含了中兴国小的校色改建 陈小的活动中兴的这次的金子奖的 国家卓越建设奖金子奖的部分 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新一国小 校色改建的部分 李又昌进一步说明金融教育的十大亮点 其中有多项更以超越双北达到全国第一 第一个亮点就是我们的班班数位化 领先全国是全国第一 我们做到这个班班 每一间教室都是数位化的一个教室 另外我们所有的一个宽平跟平宽 从教室到学校 学校到教往中心 我们都全面提升 第二呢 我们金融市的学校社区 共读站的设置比例 是全国第一名 还有我们在这几年推动的 在金融市区区有双语学校 这个也已经完成 另外是金融市的客后留员的开办率 也是全国第一 还有我们金融市是现在全国唯一 一个县市公立的幼儿园是不需要凑钱 因为我们现在的公幼儿的比例 非常非常的高 将近要八成 那我们在每一间公立的一个小学 都设立的这个附设的幼儿园 来增加幼儿收缘的一个比例 此外我们金融市的职业探索学生参与率 是全国第一 还有我们建置了一区一特色的共农室的游戏场 并且跟学校里面的校本课程来做融合 此外我们建置了五星级的这个市厅教室 还有在各校来建置风雨操场 最后呢是校校有智慧创课教室 这其实是这几年来 我们在最短的一个时间 用最有限的一个经费 在基隆创造了有史以来 最亮眼的教育环境的一个改造 基隆教育成果展将持续转到9月4号为止 邀请国人一同到基隆旧火车站 见证基隆教育的蜕变与要升 记者张继腾基隆报道 2022年韩国国际发明展 二性高中传捷报再摘两斤 也为学校摘下了国际发明展 第一百面金牌的记录 好消息传回全校予有荣烟 发明来自改变生活上的不方便 发明来自创造更便利的生活 二性高中电机科从2009年开始 勇闯各国的发明赛 坚持到今年2022迎来了第一百面金牌 这个智慧居家插座发明 在韩国国际发明展中摘下金牌 我们的作品是智慧居家插座 那最主要就是针对我们在用电安全的部分 以及节能的部分来进行制作的一个作品 那这次呢我们为了这次我们的韩国发明展 也就是我们科想要争取第一百金 所以呢我们花了很多时间来制作这样子的一个作品 那在作品的设计过程中 我们最主要包含的使用的像是 一些课内所学的电路板 以及我们所学的一些程式编写的部分 然后我们将它加以整合 然后并且透过APP的编写 这样子就可以透过近端的控制 以及远端的控制 那近端的话呢我们还有搭配风鸣器 可以在过载的时候做一个提醒 远端的话呢则是会在过载的时候呢 手机会在第一时间接收到相关的讯息 仅是我们的用电出现的状况 那这样子的一个插座设计呢 就是我们希望可以在未来普遍化 然后实际运用在可能家庭中 或者是工厂中 然后希望可以以此让大家可以更加重视到 我们用电安全这个议题的重要性 然后另外节能的部分的话我们也是希望可以透过这样子的一个理念 可以呼应大家说现在可能用电比较吃紧 或者是有常常这样子的一个新闻 常常出现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那希望以此这样子的作品来鼓励大家 在使用电的时候可以更加的注意 然后同时也可以注意节能和安全这样共存的一个重要性 针对一般的插座进行改良并增加安全性 能够透过APP的远端监控系统 物联网的概念 如今每位学子都可以在家修电路 我们很高兴在这一次的韩国 创下了我们所有最好的历史 我们得到了第一百金 我们希望说把这第一百金 让我们全台湾看到基隆 其实在软实力的发挥也有相当的水准 那同学利用课与利用所学 能够结合所有生活周遭能够用的东西 把它做出一个作品 那我们也希望说在这一块 我们的能量可以提供给大家 也希望说往后我们的作品可以做得更好 朝向第二个一百第三个一百而努力 二性高中的电机科 引领着不仅是我们学校的学生 也有机会带领着基隆市的学子 来参与这个创意发想的发明展 十年磨一剑 可以说他们把他们的智慧 完全的都贡献了出来 所以今天能够拿到 这个国际发明展地一百面金牌 可以说是实至名归 期待这些得奖的发明 都能与产业界结合 实际作为台湾产业加值 将技职教育发挥的零零尽致 达成一百金 卖下两百金 记者蔡小军采访报导 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 最近不断的市井 这个8月底9月初 可能有另一波疫情将再度流行 位在六度的慈凤公 特地准备了许多普渡贡品 其中包括了口罩 抗菌疫 防疫健康茶包等贡品 在普渡后 把防疫物资分送给信众 提醒大家要持续做好防疫工作 引引下一波可能的疫情流行 包括口罩抗菌疫 防疫健康茶包等防疫相关物资 摆上共作 当作普渡公平 应有尽有 由于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 最近不断示警 8月底9月初 可能有另外一波疫情将再度流行 位在七堵区六堵地区 奉寺主神三公主娘的地方信仰中心 基隆慈奉公 特地准备许多庙方独有的物资 普度贡品之外 更包括有口罩 抗菌疫 防疫健康茶包等防疫公平 大家的身体健康都受到影响 四农工商经济 都有所影响 所以今天三公主娘特别指示 我们要祭拜 就如同看到的我们的防疫口罩 防疫茶 防疫抗菌疫 意思在于说 祈求全国的民众 然后我们身体健康 赶快疫情远离 大家的生活经济 赶快步入回到生活这场 应邀前来参加普渡的基隆市议员 张耿辉 也对于庙方的用心感到肯定和支持 用我们的防疫包 防疫茶跟防疫口罩 那除了那些该准备的四征 雷果还有一些李廷来祭拜之外 那显得很有意义就是这次的防疫 防疫各项目是比较不同 那也祈求我们这个疫情赶快远离 我们这个全球 让我们全球能够过个正常的生活 那可能会在这边 也除了感谢我们慈凤公 长期来对我们地方公益活动 热心的参与之外 尤其这一次中原普渡 也比以防比较不一样的 就是结合我们防疫的 各项防疫物资的贡品来祭拜 我想这个非常贴心 慈凤公在普渡之后 将把防疫物资和民生物资分送给信众 也提醒大家持续做好防疫工作 因应下一波可能的疫情流行 祝疫情赶快远离全球 祝大家平安吉祥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而在疫情之下 基隆凤凤凰狮子会议不忘做公益 发起拯救饥饿社会服务的工作 会长何家华个人捐出了 100包的白米总计300公斤 还有一百杯的饮料 全数捐给信义区公所 希望能够帮助罗市 从纸箱里取出一袋又一袋的白米 凤凰狮子会捐出白米做公益 师姐夫师姐齐聚一堂 凤凰有爱拯救饥饿 每包白米有三公斤装 选用台湾的优质毫米 疫情趋缓 凤凰狮子会持续做公益 会长何家华以个人名义 捐出了100包的白米 发起了拯救饥饿社会服务 捐赠仪式在信义区公所举行 区长徐小文感谢凤凰狮子会 平常热心公益不遗余力 我们十几年来我先生 林子先生都是这样捐赠白米给弱势家庭 都持续在捐赠不同的单位 我刚才已经有讲了 不同的单位他都持续在捐赠 因为我加入凤凰 所以也感受到这两年 我们许区长他都对这个贫困者的 那个深切的付出 所以就借由那个许区长 把白米赠送给那个需要帮助的家庭 我想首先还是要再次特别感谢 我们何家华会长 所带领的我们所有的凤凰师职会 我们所有的师姐 这个热心公益 那我想我们会将这个300斤的 这个白米捐赠在我们 所有我们信义区需要的 这些弱势的家庭 当然这个包括我们的中低收入户等等 只要有需要我们公所都一定会来发证 再次要感谢我们凤凰师职的热心公益 本身也是凤凰师职会会友的 市议员何淑萍 及创会会长蔡美玉 一同出席捐赠仪式 强调凤凰师职会是一个大家庭 持续做公益已经变成一项传统 凤凰师职会由何家华会长 带领我们所有的师姐 来到信义区公所 因为他们知道说信义区公所 常常都是在 有一些就是帮助一些贫寒的家庭 然后我们何会长 这次捐赠三公斤 共一百包的白米 以及一百杯的饮料 来帮助我们这个需要帮助的家庭 那也希望借由这一次 人积几几 能力几逆的精神 然后抛砖淫浴 能够让我们社会大众 如果有善心的人士 也可以一起来加入我们 一路以来 已经24次了 一路走来 所有的姐妹 大家都很团结的 我算我们也算大家庭 50个金钱 50个塞子 算是很大的 也不会外省 感谢我们塞子的一个商店 如果没有塞子的我 我塞子也没法做得很好 一棒这一棒 棒棒都强棒 每年社会都做得很好 一龙凤凰试试会 代表我们F区 来捐赠这个弱势团体 这个有益的社会服务 也取取我们每位私有 都能像凤凰试试会一样 成为服务社区 和光海人导主义的全球领导人 去年7月 凤凰试试会力挺果农 当时购买了27箱的高级芒果 送给新区公所 慰绕防疫人员的辛苦 今年持续做公益 发起了拯救饥饿 社会公益 希望用实际行动 在疫情趋缓之际 帮助弱势 免于挨饿受苦 记者黄少民金融报道 以上就今天的中央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央新闻的脸书 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另外我们也与FM轻松电台 96.9联合直播 欢迎准时收听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最后按照 妳的設計我覺得很 不 不 不 怎麼起來 你們家又視訊又追劇 我說只能這樣 不能這樣 那就換中家寬屏吧 中家寬屏國際認證用戶實測 雙標網速第一 全家標網 暢快有感 1G只要999 再送Wi-Fi省器 現在就辦中家寬屏 怎麼這樣 有追劇 有視訊 網速只能這樣囉 不能這樣 那就快換中家寬屏吧 中家寬屏國際認證用戶實測 雙標網速第一 全家標網 暢快有感 1G只要999 再送數位頻道免費看 現在就辦中家寬屏 散播假消息 好可怕 讓我來帶您看一起假消息的社會案件 話說基隆有一名富人在聊天群組分享自來接中藥行夫妻確診死亡 還附上消毒照片在LINE群組不斷被轉傳 越鬧越大連中南部親友也知道搞得左鄰右舍都很緊張 大家畢之為恐怖 及後來結果怎麼樣雷中藥行夫妻根本沒死啊也沒確診啊 但是真實案例要告訴您疫情期間假消息可能就在您身邊一定要聰明辨別 記得1眼見不一定為真2分享前再想一下3養成訊息查證的習慣 記得1眼見不一定為真2分享前再想一下3養成訊息查證的習慣 因為很重要所以講兩遍要記得歐中家集團關心您